电影《美人鱼》拍摄的时候,因为戴了一顶这样的帽子,让周星驰被各种刷屏。 其实周星驰戴帽子并非一天两天了,有信心的网友甚至总结出, 星爷自2007年以后就经常不离帽子。 在2010年前后,周星驰的白发甚至成为了任何关于他的新闻中必须在标题提到的字样。 关于周星驰的白头发,最初很多人都以为是软的。 2004年宣传功夫时,还有人问他,为什么弄这样的造型呢? 得到的答案是,我的白发是真的。 同样的问题主持人斗文涛也问过,周星驰回答得更具体, 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已经有白发了,上小学的时候我同学告诉我, 你有头发白了,我说在哪里啊? 他就帮我拔了一根,然后说还有一根,就这样不断的拔。 我说够了,可以了,我回去就问我家里人,他们说是遗传。 近几年周星驰的白头发越来越明显,他曾向柴静透露, 接受采访戴帽子是为了遮住白发, 柴静问,为什么不染成黑头发呢? 周星驰说,到了这个年纪懒得染了, 因为白发太句话提醒,所以明显感觉周星驰戴帽子的时间越来越多, 不愿意再被人提及白发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周年之后心也还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开始落发。 有媒体爆出49岁的周星驰出门戴帽子, 主委演示日渐浮现的落发危机, 尽管当时头发浓密,然而发气线就已经有了往后移的迹象。 其实白发和脱发的背后都难掩周星驰的黯然, 他年纪轻轻就当了影帝拿了最佳导演奖, 在才华上周星驰备受认可, 然而在做人上似乎他又成了千夫所指, 一个人是复杂的,周星驰当然更为复杂, 他与各大影帝们的角力, 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局外人, 我们都无从得知, 不过在众多指责声里, 确实也没有能听到周星驰说过别人的不是, 还有的就是情商, 对于这种无法延期的感受, 周星驰只能用自己的电影来表达, 采访中柴敬问, 为什么一个十年前对白会舍不得丢掉, 一再地去用它, 周星驰说那是一种情节,